他説 假 對於 主張呢 這一個先為遺傳土地 訴訟標的是348 這位 請求返還定金 好 輸送標的是不當得利 或解除契約也都無所謂 所以現在問呢 先為叫A 被位叫B 第一審法院審理的結果 說 這個 房屋應該要移轉 先為之術勝 其餘之術駁回 被位之術敗 現在問啊 如果以提起上訴 第二審法院認為 契約有無效的釋由 所以就是要判決啊 被位之術有理由的話 應如何審理及裁判 現在涉及到這個問題 所以一樣的我們把牌列組合 先為之術 無理由 先為之術有理由 被位無理由 所以誰是上訴人 題目告訴你 已是上訴人 那所以現在涉及到第二審法院 已就先為之術提上訴 上訴效率會不會起於被位 按照我們方才所述 第一審 對於術之聲明所附的條件 因為續審制的緣故 仍然存續 所以 第一審跟第二審仍然維持一個客觀預備合併的關係 那再來 一部上訴會涉及到已審效的緣故 所以阻斷原判決全部的確定 因而啊 在 法院審理的過程中 可能會形成先為之術有理由 先為之術無理由 被位有理由 或者是啊 先被位均無理由的 審理心證 那只不過涉及到下一個問題是 那判決主文 到底可不可以都記載呢 這個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啦 今天我們題目的意思是說 法院認為 被位有理由 買賣7月是無效的狀況 就是講這一個類型 所以第二層要如何下判決主文呢 如果我們單純就以 單純以就先為之術上訴的話 如果 上訴仍然是 維持原判 那麼在第一種情形 我們叫1 2 3 如果是第一種情形的話判決主文叫什麼 上訴撲毀嘛 因為先為之術 如果仍然審理的結果跟第一審一樣 那由於跟 這個上訴的結果也不會與被位發生裁判矛盾 所以被位我們也不需要做任何的表示 只需要 直接上訴撥毀即可 那再來 如果說啊 假就以就先為之術上訴有理由 那就表示假要敗訴囉 以被告以的先為 上訴有理由 就表示假的請求無理由 假的請求無理由 所以 在面對這種狀況下 那麼 被位之術需不需要下判決主文 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第一審的被位之術跟第二審的被位之術都是一樣的結果 所以第二審法院的判決主文只需要下什麼 原判決 廢棄 廢棄哪裡 原判決廢棄 A 有關A部分廢棄 而且 寫 這個改判 被上訴人 被上訴人是假嘛 第一審 之術 撥毀 這個撥毀是指A啦 因為B本來也就敗訴嘛所以B不用特別去寫 而且也不能再判決主文協 因為B 對位之術本來就不在上訴範圍 懂我意思嗎 所以 這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跟第三種情形對各位來講都不是困難 發生爭議的 卻是在 第二種狀況 好第二種 那麼第一個問題 我們先思考 已就 先位之術的上訴 效力是否極於被位 因為 續審制 還有條件的關係 所以上訴效力 當然是 可以極於B 但問題來了 被位之術 可不可以判 那 就涉及到下一個問題啦 因為 已就先位之術提上訴 法院認為先位之術無理由 法院認為先位之術 假的請求無理由就表示 已的上訴 上訴有理由 已的上訴成功嘛 那問題來了 被位之術 假在 被位之術 已在第一審 是 勝訴 好 被位之術 已在第一審是勝訴嘛 因為假敗術就是已勝訴嘛 所以已的被位之術勝訴 已的被位之術勝訴 那麼第二審如果卻認為被位之術有理由 但被位卻又不在 已的上訴聲明範圍 這反而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 不利益變更禁止 是一種不利益的變更 同時 同時也是一種宿外裁判 因為 法院的判決 逾越上訴聲明的判仇 好 那我們食物的 見解呢 更有啊 72年 第八次 明廷絕 後段 告訴你 這一種狀況下 好 就是第 第 72年第八次明廷絕後段 他告訴你 除非 怎樣 假 除非你假就被位的 附帶上訴嘛 對不對 除非假附帶上訴 或假上訴 否則的話 我法院當然要受 上訴聲明的拘束 也就是換句話說 如果按照 通說跟實務的見解 判決主文要怎麼寫 判決主文原則上應該要寫 第四個 判決主文原則要寫 上訴 薄毀 歹歹歹歹歹 上訴有理由啦 上訴有理由 已就鮮味之訴敗訴的部分提上訴 第二審法院認為鮮味之訴有理由 鮮味之訴啊上訴有理由 就是表示假鮮味敗訴嘛 審理的結果應該是原判決廢棄 原判決 廢棄 廢棄哪裡 原判決廢棄 A 而且 而且 背上訴人甲 背上訴人甲 第一審之訴撥毀 判決主文應該這樣寫 但是呢我們 洛詠嘉老師啊 並不這麼認為 我們洛詠嘉老師認為喔 按照客觀預備合併的 形態 這個是學說見解啦 第五點我寫在上面 第五段 洛詠嘉老師的見解認為 客觀預備合併他所附的條件關係 他已經在聲明當中表示 所以今天 貝衛之訴 本來就不需要裁判 因為鮮味之訴有理由 貝衛之訴不用判 因為停止條件沒成就嘛 所以貝衛之訴不用判 那貝衛之訴如果不用判法院 卻將貝衛之訴下判決的話 這是屬於 可 那貝衛之訴